2017年初第一次民航幻季,延城机场关闭了成都到南京到延城和杭州到延城到太原两条黄金航线,导致延城民航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客运吞土量也被周边的淮安机场所超越,不过在新的一年里,通过延城民航人的争取在周边机场线路同志,恶性竞争情况下,先后又开通了八条航线,先贤规化的长春到延城到三亚和延城到南京恶多斯航线最终因为各种原因, 无法顺利通行,希望以后能顺利开通,这样延城人的冬天不仅能去三亚沙滩享受月光,还可以去东北看冰雪的世界,目前延城年旅客吞土量也于上月末重新回到原先的排名位置,我们在此也为延城民航人点赞小链接,延城机场目前的航班表从天上飞到航班,增加到地上跑的速度加快,延城发展越来越快 感谢各位延城的网友在过年过节,有什么想去旅游的地方呢?欢迎评论里留言